Kingsize我看得多 這是什麼Size? 1、2、3 為了買外賣士包包給老婆 我今天就要努力工作了 好,今天我們來到廣島南區 一個很特別 因為我們這次開拓了一個新的篇章 就叫銀主盤系列 什麼叫銀主盤呢? 看到最後,我教你 另外,除了銀主盤之外 它也是一個又普通又特色又普通特色的單位 為什麼呢? 它就是因為把兩個普通分層單位打通了它 自製複色 這樣做了一個3500呎的單位 嘩,其實很誇張 立即帶你去看看 老闆,Welcome! 我們今天來參觀一個1750度尺 乘2 即是3500多次一個自製複色的單位 我們首先來到這個客廳部分 你不要以為好像只是很小 其實這裡只是讓你坐在那裡看電視而已 吃飯那些還有第二個地方 我們出來一個弧形大露台 我們這個朝向向東南的 看著海洋公園 東薄寮海峽的海景 好,這間房子太大了,我們趕快一點 既然我剛才說過內有乾坤 就是因為這裡的裝修非常之別致 我們過來 首先來到這個宴會廳開會的部分 裝修都做得不錯 那些屏風我都挺喜歡它的設計 接著過來飯廳 嘩,這裡1,2,3,4,5,6,8 12人大餐廳 絕對沒有問題 看著這個海景日飯 寫不寫意呢 我在這裡 叫得複色單位,當然要有樓梯的 我現在先走下來 嘩,你看這個自製複色樓梯 非常之好像去了大商場那樣 你看看上面 中空樓底這裡,我也不知道多少米 好,我們言歸正傳,我們回到這邊 這裡的廚房部分 全部發展商的原裝交流標準已經附齊在這裡 保養都非常新正 兩邊工作台 當然那些德國大品牌,基本會避 這裡有個大廊的小亮台 我們再進來 嘩,這個工人房很棒,很大 還有陸架床 接著還有窗,又有景觀,不錯不錯 我們來到樓上的睡眠區 其實這個是因為一個複色單位 每層1700多呎 而業主就將上層的絕大部分地方 就做了一個珠印房 首先我們去右邊 看一看套間 衣帽間 嘩,你看這個裝修 這些雲石 進來這裡,好像去了名店的試身室 女士看到一定心不心眼 這裡有個魚翅的地方 上升本 這樣鋪雲石的設計非常好 而這邊 就是有一個Jaguchi 還有一個淪浴間 在這裡 哇,裝修真的挺漂亮,挺有品味 從西州間出來,我們來到書房的部分 接著再直入就是一個超巨大的主人房 嘩,你看這張是甚麼床 這張 King Size我見得多 這個是甚麼Size 1,2,3 這個究竟是甚麼Size床 大家留言區告訴我 What? 接著我們過來這邊 連接一個超廣國的露台 同樣地向東南 全海景 永久臨海 同樣地看到海洋公園 我們做個小小的總結 我們剛剛參觀完這個自製複式的單位 你覺得怎樣呢? 這個單位有少許特別 因為是屬於一個銀主盤 甚麼叫銀主盤? 演主盤 就是原業主做貸款的時候 突然間有出現幾期斷工了 沒有去供款的話 銀行就有權收了它的層樓 再拖出來轉售 那這些銀主盤呢 通常的價格是會在小區裏面 被其他二手的放賣 是會便宜少少的 等多多些資料 留言告訴我 溫糖,招咪膠 賣反骨,招咪膠 我們招咪